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收视率已经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了 我觉得选秀不断地演进 大家也都在尝试怎么样可以让观众继续收看 当然不讳言地讲 坦白说追求收视率是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 所以现在的评委们也要比以前更加的卖力 现在的评委要跟过去的评委已经表现出来的成就 或者说成绩 要去做一个抗衡的话 那难免会做一些更多的一些表现 如今不管是娱乐圈的明星 亦或是普罗大众 大家对美的追求似乎越来越极致 比比皆是的人造美女更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采访当中面对年纪越来越大的尴尬话题 黄书俊也自曝自己没有心理准备 并不排斥做微整形调整 我现在有心理准备了 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讲过说 现在的很多的让人看起来不老的技术 都是在发展当中 但是只要我能够用我自己的判断 觉得它在不伤健康的状况之下 我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